与内心的小孩对话 第十章 从头开始 做自己 本书中所描述的康复过程 不是线性的 也不是有始有终的 你在达到某一点之后 坐下来说终于全部完成了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实际上 你所致力于解决的那些问题 很有可能会在你面临新的环境 或新的人反复发作 尽管你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你可能总是会感觉到 心灵深处残存的那点悲伤 或其他情绪 有些时候你会感到特别的难受 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倒退几步 有时 你会怀疑自己到底 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 不论你的反应是否正常 典型或者至少在某种层面上符合逻辑 并可能可被理解 这些想法都是正常的 甚至也是健康的 它们只是出了你的成长 这么想吧 你扭伤了脚裸 每次天气变冷变长 你都会感觉到一阵疼痛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在天气晴朗时 因为脚裸上的旧伤而放弃跑步 跳舞等等活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将注意到自己的改变 当遇到过去常常遇到的情景时 你会发现自己采取了不同的 或者更好的应对方式 这时你就得到了自己的报偿 当有好事发生 你终于可以完全享受这一结果 觉得自己完全有权获得这种结果 并看到自己为此所付出的努力时 你就得到了自己的报偿 当别人称赞你的改变 说你变得更健康 更快乐 更容易相处 或者说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时 你也得到了自己的报偿 记住 你不应当期盼自己的父母改变 但你可以改变 并且你也应该改变 我知道我必须努力 我必须为自己的感受负责 31岁的麦说 我并不指望事事完美顺心 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果我需要什么 我就要为此付出努力 我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一定是在做正确的事 如果你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改变 请在记事本里记下来 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将看到自己所取得的进展 你也应该为所取得的进展而奖励自己 艰苦的劳动需要奖励 请记得经常评估一下自己所处的状态 并确定下一步目标 然后重读本书 或者重新看一看相关的部分 你会发觉 每次使用本书 你都会注意到不同的部分 并根据当时的情况 从中吸取新的养料 评估计划行动 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循环 每一次积极的改变 每一次成功都将加强你的成绩 你将会注意到 每经过一次循环 你的洞察力都会变得更强 人际关系 本书绝大多数内容所关注的都是你 这都是为了使你更加了解自己的经历 并促使你做出积极的改变 遍运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中 有几条就着眼与人际关系 因此书中所介绍的各种技巧 在帮助你消除童年生活 对你影响的同时 你也可以被应用在你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成年子女们经常表示 他们的经历在以下方面影响了自己的人际关系 希望自己十全十美 并用这种脱离现实的标准要求别人 匆忙地下结论 给别人贴标签 非黑即白的思维 这使你无法看清别人的真实面目 因为每个人都有灰色的一面 都有他们的特点 天性 个性 天赋 特长和弱点 很难与所爱的人交流 一个女士发现 比起与丈夫直接谈论敏感的话题 她更愿意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纸上 并用磁铁贴在冰箱上 害怕被遗弃或被拒绝 一位女士还记得自己在刚结婚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丈夫偶尔和朋友出去喝酒而大发雷霆 另一位女士则还记得每次丈夫出差回来 因为太累而不愿意做爱时 她都会觉得这是因为她自己的吸引力不够 认为人们总是在生自己的气 不喜欢身体接触 尤其是意料之外的接触和带有性暗示的接触 在人际关系中处于极端不平等的地位 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人的群绪负责 并觉得自己有责任使他们感觉好受一些 停下来想一想超越自我 思考一下 你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 所识别出的那些负面的想法和行为 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人际关系 回顾一下自己与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互动 你并不孤单 有一点很关键 不要忽视朋友和伴侣 在你的康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尽管你会有这种感觉 但事实上在康复的过程中 你并不是孤单一人 你总是感觉自己与别人不一样 44岁的罗妮说 父母酗酒的孩子会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事实上和你具有相同感觉的人有很多 他们都有和你相似的经历 即使其他人的经历与你不同 他们也还是能够帮得上忙的 康复并不意味着有一天 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全好的 然后你将开始到外面的世界中与别人交往 真实的顺序实际上是相反的 你需要通过与人交往来提高自己 来学习信任 来学会质疑 并从中获得改变和成长的动力 我并不孤单 47岁的瑞秋说 治疗师我的妹妹和我的朋友们都给了我不少帮助 尤其是我的丈夫 她起的作用最大 而我也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 尽管过去有一些不如意 但我确实变得更强更快乐了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真正对我的丈夫充满信心 不再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 才能够赢得她对我的爱 36岁的米舍里娜说 她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经常征求她的意见 我最好的朋友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 我的治疗师帮我重新认识了自我 并使我明白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 另外一位好友 使我认识到了界限和责任的意义 寻求支持 优秀的治疗师是康复过程的关键 去找一个了解边缘性人格障碍 知道边缘人格父母对子女成长影响的治疗师吧 通过这些问题你将了解 这位治疗师是否熟悉 并善于处理与边缘性人格障碍相关的问题 你也可以通过联系你的保险负责人 询问你的心理医生 家庭医师或者朋友来找到合适的治疗师 友谊 健康的友谊对康复过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朋友可以与你分享你的成功 失败 欢乐 忧愁 他们可以认可你的感受 聆听 尊重 并支持你 如果你的朋友不能够提供这些支持 那么也许你就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这段友谊 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摆明事实与你们减少联系 以及与他们断交 如果你的朋友指责你的感受不正确 随便评判你 无视你的反应 或只诉说不倾听 那么他们很可能不适合你交往的最佳人选 人们有时候会下意识地寻找与他们那 患游边缘人格障碍的父母 具有共同点的人来做朋友 他们很熟悉这些人的行为 以及这些人与人互动的模式 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 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 别人粗暴对待你时 你不需要容忍 如果你做出明智的选择 你就能够像在正常的家庭里一样 和你的密友们互相支持 互爱 互相爱护了 停下来想一想明智的选择 你希望你的朋友具有哪些品质 回忆一下你与密友的关系 你们是否具有这些品质呢 如果你很难交上朋友 请想一想 你可以通过哪些方式 使自己变得更寓意清净 在记事本里写下这些方法 并写下你对这些方法的应用计划 例如对于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人 我觉得与他们共进早餐或喝咖啡 会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 事实上我打算这星期就邀请我的同事 玛丽莲去咖啡馆 仔细想想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和事都能够帮助到你 助你一臂之力 除了值得信赖的治疗师 伴侣和密友亲戚之外 你也可以参加互助小组 你所居住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里 可能就有一些互助小组 来帮助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士 尽管网上论坛并不能代替现实生活 但论坛确实是个让具有相似经历的人 交换信息的好地方 发出请求之后 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原来自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理解 发现亲密关系中的模式 发现自己过去的亲密关系里 总是有一些不健康的主题 这对边缘人格父母的成年子女们来说 并不新鲜 例如你可能会选择 会在言辞或肉体上攻击你的人 就边缘人格症状或其他心理疾病的人 以及滥用药物的人作为自己的伴侣 你的伴侣可能并不能够肩负起相应的情感角色 这使得你们的关系无法进一步深入 也许你还会忽视自己的需求和喜好 你与他人约会或结婚 仅仅是因为对方希望你如此 停下来想一想 模式 回忆一下你的人际关系里的模式 思考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办理 你们的关系是如何开始的 又是如何结束的 你们如何对待彼此 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双赢的 你们之间的交流情况如何 你们是否会粗暴地对待彼此 你又是如何应对分手的 造成负面行为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缺少好的榜样 这使你无法了解健全的人和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子 感觉自己不配得到健康的人际关系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值得爱 不相信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你无法想象自己与另一半在一起时的样子 这可能是因为你的父母将他们的计划投射到你身上 或者他们将那种自我贬低的感觉 以及对被抛弃的恐惧投射在了你的身上 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可能一直在接受负面的信息 例如男人只关心一件事 女人都在等着钓大鱼 别人总会在背后捅你一刀 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感情生活 幸福美满而感到内疚 生活太美好时 你也会担心灾难迟早会发生 所以你总是降低自己的期望值 并且总是与任何人任何事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停下来想一想 关于感情生活的信息 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接受过哪些关于爱 浪漫 感情生活 性和婚姻的信息 将它们写下来 回忆一下这些信息的来源 以及你是如何开始相信这些信息的 是什么因素加强了这些信息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并使你确信它们都是真的 在记下每一条信息的同时 写下你对它们的质疑 例如男人只关心一件事 当然 有些男人确实只关心那件事 但还是有很多男人会将另一半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欣赏 希望自己能够与另一半交流 并得到另一半的陪伴 考虑一下这些信息对你感情生活中的哪些模式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掌控你的预期 你所接受到的那些信息决定了对伴侣和感情生活的期望 对于那些在童年期没有得到足够照顾的人来说 亲密的人际关系很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自己在儿时一直渴望的东西 尽管亲密的伴侣关系会带给你给你带来滋养和爱意 但期盼或命令你的伴侣提供滋养和爱却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公平的 爱会随着关系的发展自然而然的产生 拔苗助长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对亲密关系不切实际的期望还包括利用这种关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或吸引力 想要通过这种关系来增强自己的自信 让另一半在金钱上支持你 照顾你 报复前任 怀有其他的目的 另一方面对亲密关系的正常期望包括在多个方面的互惠互利 支持 陪伴 耐心 尊重 接受 爱 性快感 照顾子女的义务和奉献 所有的亲密关系不论是朋友 亲戚还是伴侣 都需要人人的付出和奉献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 有时候你甚至会因此而打退堂鼓 但你肯定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报绝对对得起付出 有了对方的支持 你就可以纠正那些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负面模式 知道有别人的支持 你在冒险时就会更有信心 不论结局如何 你会更愿意打开心扉 结交新朋友 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并因此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祝你好运 欢迎你与我们分享你的成功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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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